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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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在足球运动场上的话 足球运动员的话 他除了要对足球的速度要进行一个准确判断以外 他还要估计旁边这个球员的运行速度怎么样 是不是 哪方式 几方球员运动速度怎么样 还有对方的球员运动速度又怎么样 这种准确的速度知诀的能力 甚至可以说是足球运动员的一个专业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了 影响速度准确性的因素有很多 简单来说的话呢 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 一方面呢 是物体的运动属性 比如说你运动速度 物体本身运动速度是快还是慢 它的运动类型是比如说是你是垂直运动还是水平运动 运动方向是游远极近还是游近极远 这些都可能会影响速度知诀的准确性 当然了从背试自己本身来考虑的话 你是练习 通过犹豫练习的话我们知道 一般来讲准确性会提高 是不是 如果但是如果由于时间过长或者其他的一些本身的因素 如果你现在非常疲劳的话 一般来讲你速度知诀的准确性可能会下降 除此之外的还会有一些动机水平等等这种因素 都可能会影响速度知诀了 我们这个实验的目的的话呢 就是运用平均差务法 去测定人在不同运动速度下的一个速度知诀 观察速度知诀这个能力啊 是否就个体差异 是每个人都一样呢 还是其实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个体差异 探索物体运动快慢 对速度知诀是否有影响 这当然是我们的自辩量了 这里面需要注意一点 我们说这个实验我们是考虑速度知诀的 但是我们之前的知识里面也告诉大家了 其实速度知诀啊 在位移量固定的时候 其实可以通过去测量这个时间知诀来测量 对不对 我们这个实验也是这样 我们是通过设定了一个固定的位移量 然后让被试去估计到达这个位移量的时间 一共需要多少 来估计 来判断被试的一个速度估计的能力 速度知诀的能力 具体怎么做的话 我们看接下来的实验的介绍 实验方法 首先第一点我们得选一些被试 因为这是一个关于视觉的实验嘛 当然我们说你至少这个被试的视觉能力 或者说校正视力是正常的 然后仪器的话呢 就是有本身它有速度知诀仪 我们是可以做的 在这个实验中介绍的就是速度知诀仪了 但是实际上你用计算机辅助系统 你完全可以编一个程序 就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我们也可以做这个速度知诀的这个实验啊 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现场演示实验当中的话 就是主要是以计算机编程的形式 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实验该怎么操作 我们这边的话就看看这个速度知诀仪 但是其实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速度知诀仪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是由知觉箱被试的反应键和活动挡板 三个部分共同来构成的 实验的程序是这样的 它很简单啊 就是实验的过程当中啊 被试你需要坐在仪器前面1.2米的地方 你是面向这个知觉箱的正面的 就正对着 并且你双眼要跟光点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也就是说它物体运动有一条直线 它是水平运动的 这个视线要跟这个这条直线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 你右手拿着反应键 反应键处于右手 仪器启动以后呢 知觉向正面的这个灯光啊 有个光点 它开始从右往左慢慢移动 这个移动是有固定的速率的 被试呢 你要仔细地追随这个移动的光点 这是我们实验的要求 这边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光点呢 当它光点进入挡板的时候 这个灯光啊 就会被挡住了 你就看不见了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光点 仍然按照你原来的那个速度呢 向外面标志的 就是终点开始在那边移动 还是已经就在移动的 当这个光点到达这个终点位置的时候 灯亮并且光点停止移动 就会有一个标志 灯亮了 告诉你 这个光点已经到终点了 灯光被挡住以后呢 被试呢 你应该要假设 其实啊 这个光点仍然在按原来的速度在移动了 你要估计 灯光按照此速度移动的话 何时会到达终点 当你觉得 哦 这时候光点应该到达终点的时候 你就按下反应键 你表达 被试按键以后呢 计时器上会显示数值 如果是正值的话 就表示被试提前反应了 就是其实 它还 这个光点还没有到达终点 它就按键了 当然了 如果是复制的话 表示被试之后反应 就是光点其实已经到过了 然后它再反应 这样子的话 我们说一轮简单的实验 我们就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调整 这个光点的运动速度 进行下一轮的实验 经过多轮实验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或者说统计原始数据了 刚才的原始数据的形式 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它就是以正值或者负值的形式 记录你时间判断的一个误差 对于原始数据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公式 平均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这个实验的逻辑的话 是用平均差误法 来去估计速度知觉 那么在这边的话 这就是平均差误法 在估计速度的知觉预线的时候 或者说估计差别预线的时候 所用到的一个公式 这个x指的是每次的估计值 这个s指的是标准次级的大小 绝对值x-s的话 指的是每一次它的判断的误差 当然了取的是绝对值 是正值 一共做了多少次呢 一共做了n次 n次的误差值加和在比上次数 表示的就是说 我每次的均误差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速度知觉差别预线 实际上我们的原始数据的话 就已经给出了x-s了 对不对 只是说我们把负号去掉 所有的正值加起来 再除以一共进行了多少次 就可以了 大家有了原始数据之后呢 进一步做统计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统计什么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 每个被试是不是有差异 对不对 甚至我们可以说 哎呀是不是有男女差异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什么呢 我们的实验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自变量是什么 我们自变量是不同的运行速度 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 在快慢不同的运行速度的 这个条件下 是不是被试的速度的 知觉能力会有差异 这是可以判断的 甚至可以用 我们说很简单 我们用这个体检验就可以做 然后接下来的话 有一个问题 是需要给大家来问 就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 什么问题呢 我们说我们这边的速度知觉 是用对时间的判断来测量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采用 我们直接对它进行速度估计呢 我给你一个速度值 你估计它是多少 可不可以 似乎听起来好像也可以做出来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不采用这种形式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 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 这边的话 三个思考题是留给大家的家庭作业 等你们做完了实验 取得了数据之后 针对这三个讨论 我们可以进一步 好好地去理解 我们当前数据的形态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课